哈喽大家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怎么去及时的抄那些投资机构和投资大师们的作业 那说到这一点呢就不得不先提一个名词也就是13F季度报告 那什么是13F季度报告呢也就是在美国市场中规定规模超过1亿美元以上的投资机构 包括那些公募基金啊对冲基金啊投资公司啊养老金啊包括信托基金等等机构 他每个季度都需要披露这个13F报告 那这个每个季度结束之后呢这些投资机构的13F报告就会在美国证监会的官方官方网站上进行公开披露 那这个其中呢就包括了我们众所周知的股神巴菲特啊索罗斯啊 然后还有像我们比较推崇的桥水基金摩根大通贝莱德红山资本以及国内的高领资本等等 那所以这个13F报告是体现了这些大型机构在一个季度内的持股变化 那大家如果通过研读这些13F季度报告就可以知道这个这些世界级的投行在过去的一个季度内做了哪些调仓 做了哪些投资的准备以及他们建仓了什么股票减持了什么股票 大概知道一些很重要的仓位信息 其实对于自己为自己打造一个合理的投资组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科书 所以我们一直推我们就是建议大家有机会可以自己去读一下这些13F报告 选取几个自己感兴趣的投资机构的13F报告 比如说像我个人就会去至少读那个瑞达利欧的桥水基金的13F报告 还有那个伯克希尔哈萨维也就是股神巴菲特的13F的报告 有的时候还会读一下国内的高领资本的13F报告 这些13F报告的内容呢就包括了这些基金的基本信息 然后他们现在持有的成分股是哪些 他们在过去的一个季度内增持或者减持了什么股票 买入了什么期权 然后成分股的头寸等等等等 各种信息都会披露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相当于上一个季度的流水账 那但是要大家要注意点的是 有的时候这些基金然后投资机构 可以向这个证监会申请隐瞒一部分的持股情况 以保护自己的持仓的信息 比如说上个季度老巴菲特就要求隐瞒自己增持了一支信息股的情况 一直到了第四季度他在披露 原来他自己建仓了一个新的股票 而这个股票是之前他从来没有在仓位中出现过的股票 那还有个就是个时间差的问题 因为根据美国证监会的规定 这个13F报告是在每个季度结束后的45天才进行公开 所以从表面来看这样的13F报告 其实时尚性不是很强 就比如说现在最近刚刚公开的那些13F报告 其实是2020年第四季度的13F报告 也就是说这个是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前的这个持股的变化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作为一家大型的投资机构 他们的建仓和持仓不可能是在一天或者两天内完成的 而且他们持仓的时间也非常的久 一般都是以季度甚至以年为单位的 那在这里呢我就废话少说 然后直接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去看13F 以及如何运用13F进行投资分析 那我在这里拿的示例呢是桥水基金 瑞达利欧的桥水基金 那听过前面介绍大家就知道了 桥水基金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2020年第四季度的13F报告中 桥水基金披露了它的持仓情况 那它截止到12月31号 它持仓增持最多的五只股票分别是 沃尔玛 拼多多 宝洁 可口可乐 和新兴市场的核心ETF 同时桥水基金也卖出了一些股票和ETF基金 比如说它桥水基金卖出了黄金的ETF 标普500的ETF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至少看出一点 其实你看这种对冲基金他们购买的也不是个股 第三位是黄金ETF 第四位是沃尔玛的股票 第五位是宝洁 第六位是阿里巴巴 第七位是核心的新兴市场ETF 第八位是iShares的标普500ETF 第九位还是另外一家公司的这个黄金ETF 第十位是拼多多 那这里我想先简单解释一下为什么它会持有那么多ETF 因为虽然桥水基金是一家对冲基金 但是由于它管理的资产规模非常非常的庞大 所以为了求稳 为了保证对于投资者的收益不受到太多的波动和回撤 所以这个桥水基金非常小心的把这个钱重仓在一些美股和这个新兴市场的ETF之中 也就是我们一直推崇的被动指数型基金 而不是所谓的那些主动型的基金 同时由于这个他们也是不相信每一个主动被动指数型基金的基金公司的安全性 所以他们尽量会把这个仓位分散的比较开 也就是说既会买A基金的被动指数型基金 又会买B基金的被动指数型基金 虽然标的追踪的指数是一样的 都是追踪标普500 那这里我想说一个它最近的操作 也就是它在这一个第四季度中增持的一只股票 也就是拼多多 在之前这个桥水基金从来没有拼多多 但是在这一个第四季度 桥水基金一口气买入了100多万的拼多多股票 那为什么它会有这样一波操作呢 其实这和它的第六位的持仓阿里巴巴有关 因为桥水基金是重仓中国的 然后它非常看到中国经济 所以它买了很多中国的中概股 但是呢 由于这个阿里巴巴在第四季度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 尤其是包括当时的蚂蚁金服没有成功上市等等问题 所以为了对冲这个风险 桥水基金并没有直接减持阿里巴巴 反而是加仓了这个拼多多用来对冲阿里巴巴的风险 其实因为这个概念其实很简单 因为当你当阿里巴巴受到影响的时候 它的竞争对手就会受益 而它的直接竞争对手就是拼多多和京东 所以这个桥水基金加仓了很多的拼多多 从前面的例子就可以看出 其实13F对于我们了解这些投资大师的持股 以及投资大师的这些调仓的方法 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知道了他们的压仓底的大部分全都是些什么东西 那我可以这么说 就是其实这些投资机构他们的方法并不难 一般的人也可以学会 就像我之前一直强调的 如果你投资不知道投资什么个股好 我建议你去买被动指数型基金 也就是分开买 一半买整个中国的被动指数型基金 就是上证五连和护生三迈 另外一半去买那个美国的被动指数型基金 比如说纳斯达克100和标普500的ETF 这样的业绩至少会战胜90%以上的投资者 只要你能够持有稳定的持有 最后再说一点就是 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 在上一个季度 也就是去年2020年 中国人 中国投资者大部分的业绩都非常好 世界其实各个国家的投资者的业绩都不错 但是大部分的人 绝大部分的人全都跑不赢这个指数 大盘指数 比如说很多中国的A股投资者 就跑不赢护生300这个指数 所以其实想一想你如果重仓了一只股票 结果它并表现的不如你直接买指数型基金来的好的话 其实也是一种挺讽刺的意思 那最后我们还是要提起那一点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需要大家谨慎独立的去思考去学习 那这个13F的工具呢 就是就交到这里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网上自己直接搜索13F的一些信息 那各个投资机构的都行 然后可以先去研究一下 看看自己所喜欢的投行 所喜欢的基金公司 他们是如何去调仓的 是如何去买卖的 那其实你可以收获到很多很多的知识 就是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有问题可以在下方留言 然后如果你们有任何的建议 也可以在下方提出 希望大家也能够多多支持我们 多多订阅多多分享 谢谢大家